位在屏東的中正路上 經常有客人路過 就停下購買香味四溢的乳味 這家勞字號侯家乳味 已經營五十年以上 目前已傳承第三代 創立侯家乳味 其背後有著特別的故事 我們當初的創業就是因為 侯奶奶她是男星人 然後她那個時候民國 大概三十幾年的時候 跟爺爺還有老闆 就我爸幫她們一起從大陸長男到台灣來 那之後可能剛過來的時候身上沒有錢 所以日子過得不是很好 有點辛苦 然後他們有一次去逛市場要買菜 然後想想說自己也是會滷東西嗎 又是道地的南京人 知道要怎麼做鹹水鴨 所以就是試著自己去滷 然後拿去市場賣 然後也因為當時一些退休老兵的指點迷金 會叫他們說怎麼做怎麼做 然後請那些老兵去幫忙試口味 慢慢慢慢做出口碑來 然後從一個小攤子做到現在可以已經搭建面 這樣子 猴家滷味的商品有雞 鴨 乳類 涼拌菜等四大類 推薦的商品有道地的南京玄水鴨 冰糖鴨 燻鴨 油雞 燻雞 燻雞 乳大腸 乳鴨肝等 吃起來不油不膩 適合大人小孩都喜愛的口味 選用新鮮上等的肉類 台灣鴨子有四種品種 分為生蛋鴨 菜鴨 番鴨 爐鴨等 而其中店裡挑選鴨肉中品質上或是口感上都最具優良的爐鴨 作為料理食材 不僅讓消費者購買安心 也吃得放心 猴家滷味現在目前主導的當然就是猴家鹹水鴨 南京道地蒸頭南京鹹水鴨 然後另外還有我們就是去舊金山桃仁街學來的冰糖醬鴨 那它是有用麥芽糖跟砂糖去熬煮 然後還要刷麥芽糖起來有有亮亮的 表皮是甜的 然後可是肉不會很甜 就是吃起來甜而不膩 然後會很受小孩子跟老人家的歡迎 那另外也有用鹹水鴨去熏的熏鴨 那它除了鹹水鴨風味之外 吃起來還有一股煙熏味 那味道也是很獨特 另外還有像油雞啊燻雞那一些 然後另外滷味的部分 如果敢吃內臟的話 應該會很喜歡我們的大腸 因為豬大腸我們有就是去腥 然後用檸檬汁去醃 再加上特製的香料 所以它吃起來它沒有腥味 而且就是很乾淨 不會可能像有一些那種內臟之類 都會情乾淨這樣 那另外像鴨肝啊 或者是豬舌頭 豬耳朵那一些 比較就是不會太貴 但是你配飯 配稀飯 甚至下酒都很好配的小菜 對 都還滿受歡迎的 另外還有宅配的部分 可現象訂購還有優惠 歡迎喜愛乳味的客人 不能錯過老字號 喉家乳味